火山闪电,是一种可能是由火山作用引发的闪电现象,长期以来令科学家大惑不解,此类闪电只有约分英尺长约一米,持续时间仅数毫秒。 球状闪电,通常在雷宝时发生,这是一种真实的物理现象,它十分亮,静缘球形,直径约15至40厘米不得,通常仅为十数秒,但也有维持了一至两分钟的记录。 颜色除常见的橙色和红色外,还有黄色、紫色、蓝色、妙白色,有绿色的光环,成多种多样的色彩。 幻月的出现需要满足非常严格的条件,首先要有卷层云,有云才会形成冰晶,其次云层要薄,透光率要好,这样才能把太阳光折射出来。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太阳与冰晶以及观察者之间的角度要正好,稍微偏一点就看不到,因此,幻月这种大气光学现象极为罕见。 激光,是一种绚丽多彩的发光现象,其发生是由于太阳带电粒子流太阳风进入地球磁场,在地球南北两级附近地区的高空,夜间出现的灿烂美丽的光辉。 大气,磁场,高能带电粒子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在南极被称为南极光,在北极被称为北极光。 云发动云,就是云层中的大洞,云中有一个直径约数百公尺的云洞。 这种奇异云团数十年得不到解释,最新的一项研究表示可能是,当螺旋桨飞机或喷气式飞机从合适的大气状况下穿过, 它们会令液态水柱凝结,产生云洞,还令其产生降雨。 管状云,它还有一个优雅的名字,叫沉默之光,属于管状带型的云彩。 乳状云,又称乳状肌云,是在肌云下方形成的乳状型肌云,是当下降气流里头温度较冷的空气与上升气流中温度较暖的空气相聚,而形成出同一个个带子形状的乳状云。 双花是一种奇怪的自然现象,在接近零下22摄氏度及其寒冷的温度下出现,双花依附在冰面瑕疵上,渐渐形成寄居着大量非生物的尖刺状结构,生活在它里面的细菌比生活在它下面的冰冷海水的细菌还要密集,夹状云,有称飞蝶云,状如飞蝶,常被误认为外星飞船或不明飞行物。 它是一种自然天气现象,经常在湿润空气,经过山脉上空时出现,如果空气在经过山脉上空时温度下降,空气中的水分就会凝结成夹状云。 超金包雷暴是一个更强烈,而且比较像龙卷风的正常的风暴中心,由于在雷暴中心形成超金包状,因此被称为超金包雷暴。 这是几个月前在罗马尼亚出现的壮观景象,黑海上出现令人感到难以置信的海鲜,而摄影师克里斯蒂安居然将它拍摄了下来。 他从来不会错过这样罕见的景象。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放闻TT News.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